好 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进行了六天的中国大陆春运即将在下周迈入最高峰 这六天来出行人次累计超过11亿 而这个星期三开始呢 中国大陆的从中部到东部出现大范围的冻雨和暴雪 中央气象台第一次发布了冰冻橙色预警 以河南来说 河南的郑州雨雪天气一度造成省内高速公路八成的收费站非得关闭 铁路的列车不管是停驶或雾点 连全国最主要的枢纽车站上海虹桥火车站发往北京这些地方的列车 在冰雪天里面平均出现的雾点时间会延迟半个小时 周三起河南下雨又下雪 部分地区甚至达到大雪级别 积雪最深约10公分 市区积雪也有4公分 当地派人连夜清理道路冰雪 我们这些人员和设备粉成了16个出血打队 分布在我们的城市主要道路上 我们做到边下边请 不间断作业 任邪车不邪 清雪作业真的不能停下来 因为正值春运期间 车流频繁 一旦造成羁压 风路影响之大 河南全省高速公路 一度有八成收费站关闭 有一些配送企业延迟了发车 等道路路况好一些再发车 铁路运行也被气候给打乱 截至到周四中午 郑州站郑州东站有28列列车停运 还有多班列车误点 为了方便旅客 后车室24小时全天开放 郑州东站根据现在的情况 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 在站内如意湿滑的地点 布设了防滑电 并且安排保洁人员 针对进站口站台出站口 等如意积雪的地段 然后及时的进行清扫 临近的山西气候同样恶劣 降雪导致客运汽车站全线路停运 太原汽车站原本春运每天客流2700多人次 现在只能苦等高速公路解除封闭 大陆中央气象台周四更首次发布冰冻橙色预警 这也是冰冻预警标准 在2010年设立以来发布级别最高的一次 影响范围扩及11个省份 大陆中东部包括河南 安徽 湖北等地都有大雪 此次过程是影响范围广 累计雨雪量大 持续时间长 动雨面积还有强度都比较大 总体为2009年以来冬季最强 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的 马上下周就要进入春运返乡最高峰 这时候极端气候势必给出行带来严峻考验 主要枢纽车站 上海虹桥火车站 发往北京 徐州等地的列车 陆续都出现雾点状况 每班列车平均晚30分钟左右 到这里才知道 到这里才知道 对 一个小时样子吧 我们原本是几点开 原本是四点 大概不到四点 原来是四点的吗 不太辛苦 估计是天气不好吧 大陆这波雨雪天气 估计至少要等到下周一 才有机会好转 官方统计春运六天 出行人次已累积超过11亿 不过就在交通运力需求 越来越高之际 上海却突然祭出新规 不准网约车在机场周边载客 我就不合理了 你看我们都出来了 还要再重新过安检 重新再去到出租车下面 我们觉得还是以我们的这种重大枢纽嘛 以我们的行游车保障为主 先前吵了许久的网约车抢客问题 官方却偏偏趁春运客流量大时 累利风行 抢推新规 引来骂声 认为是垄断市场 但官方强调 这是维护签约计程车生计 机场接驳运力绝对充足 坚决不改变 而另一个也是交通运输问题 先前香港国泰航空因为机师人手问题 大量减班 现在航空公司撒钱保春节航班 在除夕前一天到初九执行机师 可以额外获得15%到30%的时薪 换算下来 机师每小时最多补贴可达900港币 空服员则是每趟航班额外多400港币 业界人士认为 国泰航空春节补贴是治标不治本 保住了春节运力 但节后恐怕还是得想办法 赶紧补足人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